那时候我不小心找到一个财务的公司 然后我还让我的家人他们亏了几百多万 在20岁的时候 几百多万里 二十亿 二十亿 Hello guys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episode of Let's Chuck It Out 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很认真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自己很不了解这个领域 就是关于微商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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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Let's chuck it out It ou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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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Let's chuck it out 我在小红书上面呢 很常会看到很负面 关于微商的东西 都是负面的东西 所以我今天就是来 请到一个 比较专业一点 专业的人士 which is Queenie Hello 大家好 我是 Queenie 我觉得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是经营什么东西 Ok ok 大家好 我是 Queenie 那么其实我就是从事大家所所谓的 微商行业 ok 那么我从事这个行业 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了 那么其实我们目前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 台湾跟香港 都是有distributor 去经营我们这份事业的 以前我们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们都是follow中国的模式 那么时候 中国也是只有两个apps 它只有微博跟微信 所以呢 他们就称呼自己叫做微商 微信微商的商人 ok 就是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一个中文short form字而已 哦 我以为微商就是 小小的生意人 小小的生意人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我们都是通过 当下最红的apps 来通过我们自媒体的方式 去把产品分享到给别人 然后别人再跟我们买产品 我要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以前看微商 我就觉得微商是不是MLM 明白明白明白 那分别在哪 其实我们的commission base 其实很简单 就简单来讲今天我是卖鱼的 ok 我有100条鱼 然后Jane 你觉得 Creeny的鱼是很新鲜很fresh的 所以我要跟Creeny拿这个鱼 所以我要拿10个 那么其实我的店 就已经有list好那些价钱了 10条鱼可能是2块 然后20条鱼是1块这样子 那么就是跟着你要多少条鱼 来决定你的本钱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简单来讲 我们算是批发商 那么其实很像Jane 你跟我拿了这条鱼啦 你卖给Mandy 我可以赚吗 其实我不能赚的 我赚你赚他罢了 因为我一直在亚伙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 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批发的形式 那么其实MLM的方式就是 它的commission base 是可以有比较多层的 就可能我可以赚到你的第三线呢 我也可以赚到你的第四线的 这样子的组织会更加容易发展 跟大家有利益共同体 他们会做得更加好 就其实区别就是一个commission base 其实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做微商的时候 我们有遇到很多声音的 他们会觉得微商是个很low的行业 一群华人在卖产品 就确实这个行业是很有那种争议性的 然后其实当我们想要去扩张的时候 我们就要跟一般在上网卖产品的人不同 所以我们就要做个人IP identity 对吗 所以的话就好像你问我 为什么你的那位朋友 他可以做得很不错 可能在一个全新的市场 他也可以做得很好 是因为其实别人买的 可能不是这个产品 别人买是因为他是谁 他的sharing的方式 一直以来他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 他是很健康的 然后他是很开朗的 然后他很经常去外面吃美食 然后还有介绍美食 所以大家对于他的认识就是一个 他是一个很有知识 很fun 传达到一个很重要讯息的人 所以他对他这个人有好感 自知而然也会对他卖的产品有信心 其实蛮像的 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 影响者然后全部都是看着我Vlog 他也是因为相信你这个人 才是跟你 对对对 买这个产品 你们知道我多少钱开始创业吗 这个比较好奇 这个 这个 因为我很常 对因为很常 会被问到就是说 诶 我第一桶金想要去赚钱 第一桶金到底是多少钱 OK 我那时候其实 我肯定不是一开始就是投资 我没有的 我之前就是加入一个 呃 台湾公司 我那个时候是八千块 开始跟他做 八千块 八千块就拿到 两百盒的产品 所以你花了八千元 对对对对 就从八千块做到现在 What 真的真的 就从八千块 开始咕咕咕咕咕 到现在 我觉得这个很聪明 因为很多人 有些人就会先 把八千块买个宝宝 可能宝宝也买不到 现在十千块 没有八千块 买什么包包 七年前才买到 对 现在还可以买一个商品 现在八千块应该也买不到什么东西 嗯 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已经没有 其他出路了 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就 跟我的妈咪商量 然后我的妈咪就借我这个钱 因为其实当初 我是越广州 我那八千块也没有 你不要讲 你不要讲八千块 八百块都没有 我每天从车当驾车去 不供我底薪八百块 我还要过拖 我是存不到钱的 你知道吗 真的是存不到钱 然后可是 我就跟我妈咪借钱 然后她觉得 她相信 为什么她会相信 因为 那个时候我们都会 从淘宝 买衣服回来 对 对 这样子我们就想了 我们会跟别人上网买东西 这样为什么别人 不会跟我买东西 对 对 所以其实我们就在 七年前就开始相信 我们相信她可以做 可是那个时候 我很糟糕 因为我那时候 是个订阅很低很低很低 那时候Instagram才刚刚 开始有罢了 我身边的朋友圈很少 我也不是一个有 知名度的人 所以我做 零售 什么 你们讲的 很差 我根本卖不到 所以我的妈咪跟我的家 她们每天在家里就跟我讲 哇 你们的市场 箱子放在家 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 我才想要做 因为我觉得 我的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你看啊 我一天才有多少个客户 我可能一个月都卖不到30盒 因为我的 followers很少 所以我就要去 主动 我一些朋友 他们是 比较有知名度的 如果我找10个 followers 都跟Krinny我一样的 这样我们的力量就变大了 我就开始直接进入到 做伪伤的状态了 好 无论 我有一个问题 我知道我会很快 Krinny 我想问你 因为你跟我讲的东西 我是很肯定要加入你的团队的 我已经很肯定了 我已经很肯定了 我会加入 拜拜J 但是我认为 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 我们也有一个团队 你知道吗 你有一个团队 对 我知道你有很多 我们先问 你的团队 现在有多少个人 你记得吗 我们的 agent 的 member 有三千 五月的话有一千处 你记得吗 我记得 我跟你讲 我们最有问题 就是 people manage I mean it's not like we don't it's not like we have a problem but 我们觉得 好像 你要怎样去雇这么多人 首先的话 公司一定要有一个规矩 就好像 我们的3Q 虽然是微商 但也是有规矩 就是 你们不可以在group 里面讲负面的东西 然后你们不可以 私底下约其他agent 都是有写到很清楚 这种规矩 要签东西的吗 我们有合同的 凡是做我们的agent 一开始 他 log in 去我们的apps 他都有合同要签的 然后就好像 刚刚 Mandy 你问我 要怎样去管理他们 其实我觉得 人管不到人 要用 制度去管理人 所以全部东西都写到很清楚 就不用去管他们了 人管理人有感情的 你觉得你不要这样 Kuini 你不要这样 美丽 你不要这样 很难管理 3000个 3000个只是用感情管理 我应该会暴毙 对 可是你用规矩管理 就很简单 对于外界来讲 可能青年前 女生就是 架高到有钱人就算了 这样子 你是怎样去认识 说 其实我可以做 business 我自己是可以做这个东西的 其实对于我来讲 加个有钱人是很难的 比赚钱更难 你自己问他 因为其实你知道为什么 加个有钱人 你要条件很好啊 你要有才华等等 要有荣誉 所以其实从小到大 我真的没有想过 加个有钱人 因为对于我来讲 这件 比赚钱还难的事情 其实我们去Q有个slogan 叫以前 but 现在我们已经有换了 以前就是 没有公主的命 就打造女王的心 ok 是听起来蛮亮的 I am I want to join you after this 意思就是讲 如果我们 出生的条件 没有很好 这样 人生的后面 我们可以靠自己改变 所以不要 因为你小小 是很普通的人 你就觉得 我这辈子 就是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slogan 感动了很多人 就是 就是你看啊 这个世界上只有分两种人嘛 要么就是follower 要么就是leader 你可以选择 你要做follower 还是要做leader 既然我们可以选择 这样子 我们为什么不要选择做leader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去教育 同时我自己也有一个比较深刻的story 去宣传我的事业的 是因为很像以前 我在还没有继续这个微商事业的之前 我也是个很坏的女生 什么是很坏的就是那种觉得 可以一步登天 就做人不需要脚踏实地啊 就是遇到机会就要去冲 可是也是因为我有个很不好的经验 那时候我不小心 找到一个money game的公司 哦 然后我还让我的家人 他们亏了两百多万 2万 20岁就亏了 我的家里 重点我的家里是很普通的家庭 是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跟他的亲戚朋友 拿到这笔钱了 可是因为他们相信我 加入了那个公司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钱给那个公司 到最后 原来我是被骗的 所以其实 你自己也不懂 我完全不懂 我哪里会 我就是一个刚刚毕业的人 可是我也不能够推卸责任嘛 20岁的时候 我就知道其实做什么事情都要 脚踏实地都要靠自己了 这个线上是没有 天掉下来的白吃的午餐 所以我刚刚就有讲到 我狗妈借八千块了 其实我是要鼓起很大勇气的 因为我有之前这个很不好的 的经验嘛 可是就是因为我的妈妈她真的借我 所以我的内心就跟我自己讲 我不可以再让她失望了 我真是不可以再 我真是不可以再 做错决定咯 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推动力 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就是很 就是一个女人 在做生意的一个时代 你觉得是吗 因为以前就是男生 你就会看到男生带听这样子 以前你懂吗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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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打造这一个女生 你有男生带听的话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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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有 很差 你的声音那边是不是有说 不能是男人 没有 因为当初斯罗根都成为 没有公主的命就找到女生 有公主的男生 对 有公主 对 好像刚才Jane跟Mandy 就是我们讲 认不认同现在是女性的时代 我蛮认同的 我们能够这样的讲这句话就是 因为其实我觉得接下来就是 美业的时代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 女性比男人坚强 我觉得 就是可能男生 排谁这样的讲 就是可能男生 他可能跌倒两次 他就 哎呀我放弃了 可是女人不同 我觉得女人真的是会有那种 围绕父母啊 围绕孩子啊 哇 咬着牙齿啊 做下去 你是会想要生女儿比较多 年价 我要问你一个东西 就是说 Let's say 我还是有一些朋友 还是听到这样子的故事说 我嫁进去我老公不给我做工 可是我很想去 做工 还是你有没有 teammate 就是说 我很想做可是我老公不给我做 这样子 好 就其实 很像这样子的东西 首先 我也是想要讲就是 恭喜他咯 可能他的老公 特别爱他还是怎么样 可是 我会跟那个女人讲 我会跟这个朋友讲 你的人生是为了你自己的 你是要什么 嗯 就 我们嫁进去一个家庭 我们也是完整的自己 嗯 你总不能因为你嫁进去一个家庭 你就把你的人生奉献给他 我们人生是很平等的 就凭什么 老公你可以去外面追求你的梦想 为什么 我嫁给你 我就没有梦想咧 嗯 我们以前拍拖的时候 我也是有梦想的嘛 对对对 就我觉得很多时候 不是对方不给我们做 而是对方以为他做的决定是 为我们好的 所以我们女生要发生咯 嗯 嗯 所以毕竟你在这个生意已经有七年吗 我刚才讲 不可能都是很顺的嘛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最 低的 一个时期吗 我们公司 有高有低 那么其实最低潮的时候就应该是 我们最信任的人 触犯的公司最不能犯的规矩吧 就是 丢价 我们的售价是同意的 可是他竟然 私底下 批货 给 呃 不是我们 agent的人 然后让他们去跟我们的 agent去fight那个价钱 就好像他们可以能 可以卖的价钱 比我们agent更便宜 我从来没有想过 呃 这么亲密的人会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 我们也 因为这件事情就把 这个很高层的agent 踢出去 再就是什么呢 人多声音也多 嗯 我们很难满足到大家 所以我们团队也有很优秀的人离开 也有 我们留不住的人才 因为太多人了 我们很难 去 把爱都完全 平衡 把时间完全平衡 然后再来第三点就是什么呢 呃 时代越来越进步 我们的规矩若是要一直一致的改变 所以有时候 规矩一直有新的 也会有agent离开啊 其实很像做我们行业啦 最大的低潮期就是 人离开 嗯 因为我们的agent 呃 或者是我们的distributor离开 就是 我们遇到了金钱的危机嘛 对不对 我们的货没有人散出去 还有一次就是在 MCO之前吧 嗯 因为我们公司也发生了那个 这个 丢价的问题很严重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公司是 全部agent都可以把货拿回家的 就是没有system的 所以其实你想一下 一个人哦 如果拿几百盒几千盒回家啦 他卖不出 他有外面是正常的哦 因为他想要快点赚回这个钱嘛 所以我们公司转型 在2021年5月5号转型 我们那时候转型的时候 也有很多agent是离开的 嗯 因为其实一个公司的改变 一定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嘛 嗯 我们选择改变是因为 我们 现在不改变 未来很痛苦 所以我们改变的时候 也阻挠了很多agent啦 啊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公司第一次转去做system 你得不懂 5月5号到5月8号啊 我没有睡过觉 我失眠三天 我是完全睡不着 是因为我们的system很多问题 很压力 很压力 and也有很多声音咯 因为为什么呢 当你公司决定改变的时候 你又没有在第一个season 给他们看到你们的professional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也是刚刚才找到新加坡的warehouse 马来西亚人又管不到新加坡 哇 很多很多问题 可是那一年也熬过来了 嗯 那一年熬过来了 所以我们公司在2022年 是我们做微商7年以来 做过最好的成绩一年 嗯 可以分享的吗 那个成绩 嗯 大概一年零售 对MU是 360多千和 360多千和 嗯 是零售啦 在于我们微商来讲 我觉得我们 很厉害啊 我们自己是个很好的成绩 不是囤货 囤货的话更大量啦 嗯 可是我们讲对end user的话 卖 有这个成绩我觉得是 我们这些年的突破 很厉害 尤其现在马来西亚很大竞争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啦 嗯 就很为他们开心 嗯 但是我要赚一个微商 你第一桶金 我的第一桶金 应该要多少钱 坦白讲现在的微商门槛哦 很高了哦 越来越高了 是吗 啊真的啊 当然也有很低 又很低 又很高就很高 可是我想跟 嗯 更多朋友讲的什么呢 如果一开始你付出的 capital 你付出的成本很低哦 你要全力与付作哦 有点难了 你要all in 因为你付出的东西越多 你才会all in嘛 对 所以的话 你问我 capital要多少 是看自己有多少 你觉得你已经是all in了的啦 你皮包是all in了的啦 那你这只儿然就要all in了 我是觉得是看 你自己愿意给多少 是因为你问我真的有公司 500多块都可以join 哦 ok 可是一个公司 几百千都可以join 嗯 就你想要给 好像一些女性啊 有什么 advice 或者说我要start一个东西 要join一个人呢 还是你觉得要直接start 嗯 想要送给大家就是 如果你想要开启做一份事业啦 只是光有勇气跟日程是不够的 嗯 所以我会建议 好像打个比喻 如果你想要学摄影 你想要出来做摄影的fowder 我建议你会先去一个 很professional的摄影的公司 去学习先 就好像话整是 如果你想要做微商的fowder 你想要OEM自己的品牌 其实OEM是很容易的 可是 我会不建议你们直接去做fowder 我会建议你们先去 一个你觉得 它在这个industry是做的很好的 你去里面尝试去做 去了解它是怎么做 怎么做promotion 怎么做管理 怎样做commission based 你需要你才出来做 因为其实只是有勇气 勇气也会因为困难喔 被消灭的 所以 如果你们问我 你们要直接出来做 还是要怎么样的话 我会建议你们先去 你们最有兴趣发展的领域先学习 那么你学习喔 你就带着满满的日程 勇气跟知识 这样比成功 就会更靠近一点喔 我现在觉得 是因为 现在有很多guru 还是有很多人 都会讲你们 我们要出来做老板 我们要出来做老板 对 真的是等死了 真的是死了 死到死 因为 有勇气 很多人都有勇气 有钱 大盘人比我们有钱 有勇气有钱是不够的 更多的是经验 我觉得 所以一定要去 学习先 对 我觉得这是我想要送给更多人 谢谢 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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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很容易 我不用你学习 真的谢谢你 粉丝 我觉得我们 那 dentro 呢 谢谢 拜拜 拜拜